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我們經歷了這個捷運的便利 但是工人卻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追根究底 捷運大家搭 捷運大家搭 工人病痛苦哈哈 工人病痛苦哈哈 理事府要負責 理事府要負責 心牙別落跑 心牙別落跑 今天呢是我們捷運潛水不振工人主在賠償的 第一次的開庭記者會 然後這個案子呢 也經歷了快二十年的光陰 那今天呢我們其實的訴求 就是希望台北市捷運局 還有聯合成來的新亞建設公司 可以為這個 職業病 潛水不振工人能夠負起他們 應當負的責任 不能久站 膝蓋關節會壞死 不能久站 沒有 沒有 不曉得 當初年輕的時候去做 並不知道說 會得了這個潛水不振 既然得了這個潛水附證 政府你就要負起這個責任 你們要照顧我們這些工人 要不然二十幾年前 我們的老闆勤務公司 都已經垮掉了 現在我們要找哪一位老闆 陪我們這些賠償照顧我們的後續工作 如果補充的話 現在可以做這個做高壓養 問題醫生也有分分講說 如果早兩三年前的話 幫我們做的話可能會好 可是我們要去檢查出來 說你們已經過十年二十年 現在過二十幾年了 所以要把我們醫好說很困難 很困難困難到什麼程度 我也不曉得 鈴鐺 《大部分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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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的布》 有9個人嘛 有8個是當年我們的骨頭還沒有發黑 所以在87年9月份的那一次 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就是以那一次的合作 那個時候張孝忠的骨頭就已經發黑了 所以張孝忠是20年前的合結 可是這幾年來 他的狀況越來越糟 而且在花蓮根本沒有鋼壓養殖療 所以他長期的吃脂肪藥 鎮定劑安眠藥 所以現在都還在看精神科的門診 各式各樣的藥 他的胃潰癢 他的各式各樣的病發症 這次開庭之前呢 我們有看到捷運局還有新亞公司 他們都有提出一份答辯狀 那這個答辯的主要理由 新亞公司是認為 他們是這個案子的聯合承染商 所以當初啊 在87年簽協議說 要給這些捷運工人補償的時候啊 他們本身並不是應該要負責的當事人 而是應該由已經倒閉的親目公司來負責 那這個講法基本上就是 把責任推給已經倒閉的親目公司 然後另外呢 這個新亞公司也提出一個 法律上的主張 就是認為是說 這麼久了 這個因果關係怎麼去證明 怎麼去釐清 還有說這麼久了 這些工人才出來主張他們法律上應有的權利 已經有超過的時效 那另外呢 捷運局他們是推說 他們並不是這個案子的所謂的承染人 他們只是事業單位 所以他們不需要負責在補償的責任 新亞公司還有捷運局的這個法律上的抗辯 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大家都知道是說 RCA在昨天宣判了 走了二十幾年了嘛 那同樣的 這群工人的權利 也是二十幾年來一直被疏忽掉 在RCA的案子裡面呢 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的見解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所謂因果關係呢 尤其是涉及到這個職業病的認定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到各種醫學上的專業職去認定 這是有一定的作業流程 還有他發病的這個過程 並不是說 我得了這個潛水護病 我就馬上會發病 這個必須要在法律上認定因果關係的時候要去考慮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時效呢 也必須是要說工人們他們得到鑑定之後 確診說 確實罹患這個病 才能夠開始去起算這個時效 法律上才算公平 這二十幾年來他們不斷的奔走 尋求醫學上的協助 也在一起 主觀上也是一直在爭取自己的權利 所以也不會有超過時效的問題 當初的協議書其實寫得很清楚 只要經過診斷 醫生診斷確診是潛水護證明 那麼這個陳商的這個補償責任就要立即發放 可是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工人們每個人手上都拿到了三軍總醫院的診斷證明書 可是我們卻看到 陳商還有捷運局他們不斷在推卸責任 不推比球 告訴我們說 八十幾年簽的這份協議書 是做會的 是無效的 跟他們都沒有關係 我們認為說這樣的態度 是一個法治國家之下 政府機關應該有的態度嗎 還有堂堂CR公司 因為捷運局之後 捷運工程之後 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建設公司 為什麼會對這些工人們這個補償責任 竟然這樣子視若無睹呢 那我們認為說 RCA案裡面其實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見解 就是所謂的接穿公司面紗原則 最高環境認為是說 RCA公司背後的兩家美國的控股公司 包括控股公司 他們因為對於RCA公司有失支的控制力 所以應該也要負執災補償的責任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有什麼理由在法律上認為說 你這個包包單位 捷運局啊 完全都可以置身事外 大家想想看 政府台灣有多少工程是政府在做花包 如果政府機關包包工程都不需要負 勞記法上的執災補償責任的時候 這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工人的權益到底在哪裡 今天在法律上我們會平時的之前 八十幾年那份協議書的精神 來捍衛這些工人的權益 我們就發現 這個地方的地方 這個地方都在做 做這些地方都在封清化 結果不知道說這個工程做之後來看 會反正到一種的事情 所以說下班 我跟政府來看 有什麼 那我們好好處理 所以這裡是都沒有我帶來 因為當時花蓮的這一批年輕人都是陳順民他代表領班是代表公司去招募 所以他剛剛才會這麼難受 因為這些年輕人都是他的同學他的朋友的小孩 結果他帶他們上台北來工作之後大家訪問 這個是他 我們面對的都是一個全球化招國基標的狀況 RCA是外資用著外國人投資條例優惠稅收而來到台灣 而這些捷運當時是台灣最大前所未有的一個大型的國際標 因應著我們要加入WTO 所以我們必須是開放給國外跨國大財團進來競標 那所以我們現在導致的結果就是說這些跨國大財團賺飽了就跑 然後我們現在要求場的時候呢 台北市政府認為他們是富足 而新亞建設認為當時所有的技術所有的招募 都是在這個跨國大公司就是日商欺負身上 而日商已經離開台灣了 所以我們求場無門 所以也就是說跨國大企業這些大資本 他把財富賺走了 但是留下的勞入的耗損 留下的環境的污染是在地在承受 那我們這一次打這場仗 最重要的當然是聯合承諾 新亞建設已經經過捷運那一場 他已經是台灣現在一個赫赫有名的大財團了 那他也承包了台北市徒非常多的工程 所以我們更認為台北市政府有責任 以他作為發包單位 他也是設計單位 他甚至於就是現場的工程監督單位 他的工程師也跟我們一起進到坑道 所以捷運工程 捷運工程師都會說 為什麼他們沒有得病 而我們得病了呢 事實上所有的工人都知道 日本承包商還有捷運的工程師 他們每天進隧道 可能待不到十分鐘 可能待不到一個鐘頭 而他出來減壓的時間 他有兩個鐘頭可以慢慢減壓 而我們這些工人呢 我們每天進去八個小時 而我們出來加減壓的時間 還要含吃飯的時間 根本不足以應付法律說 你進去四個小時 你就應該有150分鐘的減壓時間 所以在這個整個程序的設計上 捷運局都是在場的 捷運局都是通貨的 但是他允許我們 暴露在這種高危險的狀況之下 這是我們認為說 今天當然 台北市政府要負起責任 所以今天第一次開庭 我們已經看到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的迴函 還是重申 他不是事業單位 他只是發包單位 雖然 老委會 老委會的解釋令 在2006年已經很清楚的說明 像這種公務單位 他事實上 就得負擔 原事業單位的責任 這是勞基法第62條 勞基法第59條的 原事業單位的 職災補償責任 那我們認為 台北市政府應該帶頭做起 而不是在這裡虧褻責任